今天早上的民众节目 冲击立法会影响你对占领运动的观点 观众可以用遥控器来投票 红色有负面影响,绿色有正面影响 蓝色没有影响,黄色没有留意 民众结果会在明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讨论和分析 昨天说,责不赞成在立法会外加持桂栏 责成的有百分之二十一 可以考虑都有百分之八 咦?但是有百分之六十八的观众反对 无所谓百分之四 加强保安反对? 我想要看一件事 你可以用上次在台湾太阳花运动的情况去看 台湾太阳花运动占领了立法会很多天 在里面有所谓救护站、物资站 他们任你占 但是你去到行政院就不行 即日以赛万钱捉出来 你可以看到行政和立法之间 两个机构本身在政府架构上 或者整个体制架构上的职能 是有一个确确切切的不同 立法院呢 等于香港的立法院 立法院是台湾 我们的立法会 相等同的职能上 跟香港的立法会差不多 本身是一个民意代表的议事堂 而它本身的象征意义在于 让民意能够通过一个正确建制的渠道里面 不是建制派那种建制 是在一个建制的渠道里面 得以自由去抒发 明白 所以象征意义相当之重要 而且开放程度 反映到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安定 或者社会的民生环境 所以尽量来说 其实我认为 立法会如果非不得已的话 都不应该有太大的一种 所谓保安上的改动 但是呢 反过来 行会或者特首办来说 是两回事 因为它当中呢 会不会有很多的机密性的文件 或者就是一些的决策的 一些的重要的决定 相关的机构在里面 那变成了呢 就是说呢 其实呢 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所以你说 行政和立法之间呢 那个的两个不同的一些的 性质 或者他们的保安的情况 都不应该用一时同样的方法去看 不过有需要的时候 就拘捕了 好像是 删门 好像是 今早的掌励团队有解释 其实不是经常删的 有需要就要删了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最初呢 就是这个公民广场 都没有铁闸的时候 大家就打算 他们在里面搞搞阵 所以建了铁闸 就打算他们不在里面搞 其实 反过来说 他们不在里面搞 就在外面 你再不让他在那条 就是对开条马路搞 他就走出告示打到 现在就发展到这个程度 其实当时我们也有说的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肯定不是先知 只不过这些东西 我想三岁的小孩都明白 政府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 希望我们都明白 我想他们有他们的智慧 希望他们能够 继续好好地管治香港 就好了 是的 这个也是我们的期望 不如谈到这里 我们一会儿新闻回来 有电影馆一起看电影 再见 谢谢